4月14号奇幻话剧《魔法坏女屋》在上海举办了一场非常特别的发布会 艺人人权舞蹈家黄豆豆全家等齐齐现身 西方文化中一直有关于西方坏女屋的传说 而《魔法坏女屋》的主人公之一Efebba 正是这个为大众所熟知的坏女屋 而《魔法坏女屋》的故事是其坏形象的颠覆 这部音乐剧是改编自Gregory McGuire的小说 《坏女屋 西方坏女屋的前世今生》 讲述了现代女性关于善良、友谊、爱情、独立和成长的思考与追求 许久问路面的人权来到现场也给了大家不少惊喜 而她也毫不避讳地谈起做家务的好处来 说实话我没有什么机会去做家务了 但是我还是尽量吧 因为我觉得做家务能让我去减肥 因为我在家里有的时候会故意地去做一点什么事情 可能不是为了这个是做家务为目的的 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特别是饭后啊 多走动一点 我会做半个小时的在家里 运动就会做一点点类似的家务 故事建立在一个充满了巫师、女巫、魔法和咒语的神奇国度 讲述了一个精彩绝伦的隐秘故事 一个引人落泪的绝美的音乐剧《魔法坏女巫》 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受瞩目 最壮观也是最成功的剧作之一 这是一部适合全家观看的话剧 黄豆豆携妻儿一同前来也翻想起平时家里最温馨的时刻 因为我们现在的律师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一般来讲晚上的时候 一会儿到家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 这一般就是在我们晚早上 就不早就 是说整个早饭的时候 全家人非常好的 在餐厨上吃饭 我们会在大厨内间 帮助去做第一帮开的鞋 或者有时候我们就能安排到 还能保护自己 感谢观看